大家好,今天我们了解一下十字花科的蔬菜 我们都知道西兰花、羽衣甘蓝是抗癌小能手 是营养师推荐我们多吃的蔬菜 它们就是十字花科的 其实不只是西兰花、羽衣甘蓝 其他的十字花科蔬菜也具有非常强的营养保健作用 甚至被誉为超级蔬菜 十字花科蔬菜在开花时花瓣成十字形 排列整齐 因此得名 十字花科是个大家族 我们常吃的蔬菜有 白菜类、大白菜、小白菜、菜心、油菜 甘蓝类、花椰菜、西兰花、卷心菜、羽衣甘蓝 萝卜类、红萝卜、白萝卜、各种萝卜 芥菜类、芥菜、雪里红、大头菜、西洋菜等等 十字花科蔬菜被誉为超级蔬菜或者抗癌蔬菜 是因为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抗氧化剂 如类黄酮、银朵、萝卜柳素、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制 这些成分可以控制慢性炎症 保护心脏健康、降血压、控制血糖 维持内分泌平衡、抗抑郁和抗癌的作用 七种银朵主要是二银朵甲鸡丸和萝卜柳素 以证明对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和卵巢癌 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 此外十字花科蔬菜热量低 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 可通过干扰器在肠道中吸收来帮助控制胆固存的水平 食物中充足的纤维有助于排便顺畅 从而预防痔疮便秘和结肠癌等疾病 其中含有的维生素K 具有促进骨骼和心脏健康 保护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功能 维生素B、C、A的含量也非常丰富 也是多种必需矿物质的极好来源 比如钙、铁、铭、甲、心、锡和萌等 看来这句俗语 萝卜白菜保平安是有道理的 物美价廉、营养价值高 以后要多吃了 食物都有两面性 再好的食物也有它的适用范围 甲状腺疾病患者 要谨慎使用十字花科蔬菜 因为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促进甲状腺总的物质 会干扰甲状腺的功能 另外因为十字花科蔬菜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棉子糖 所以有些人吃了会有负胀和排气的不适感 可以减少每次的摄入量来减轻症状 每天多摄入几种蔬菜 其中有一到两个十字花科蔬菜 这些蔬菜也是我们家庭菜园中经常种植的菜 以后更要多种了 希望朋友们种得开心 吃得放心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